監視器拍下 一名頭戴帽子 身穿桃紅色羽絨外套的男子 走在巷弄內 不時 東張西望 模樣看起來就鬼鬼祟祟 果不其然 突然走回頭 不顧一旁還有孩童在場 快步偷走 放在機車上的踢包 接著跑步離開 媽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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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親眼目睹 親暗就在眼前發聲 小朋友嚇到大哭 還好有大人在旁安撫 進來在哭 他是他媽媽的東西給他 被人家拿走 而這名男子犯案 其實早就有預謀 經常在這一帶 也就是三重商工附近徘徊 以前有看過兩次 6點之後就出來 每個這個椅子 都會把人家掀開一看 年關將近提醒民眾 隨身物品千萬別離身 否則容易成為有心人士 下手目標 記得葉維林 許曼嘉 新北市報導